美国代表指责中国否决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没有道理的话 这个锅中国背不起 是美国先后否决了几十项安理会 关于中东和巴以问题的决议草案 之后匆匆提出了美方的决议草案 但是这项决议草案完全忽视全世界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关于停火指战的强烈呼声 对这样的草案 中国完全有理由投反对票 那么联大决议的通过 也证明中方的投票立场 完全是正确的